今期最後一站我們來到美國 隨著汽油價格的上漲 電動車在美國越來越受歡迎 在2022年美國紐約國際車展中 現代IONIQ 5電動車 就榮獲了四項世界汽車大獎 他不僅被評為年度車王 還贏得全球電動車 以及全球汽車設計獎樹榮 本屆車展吸引了全球超過20間車企參展 帶來賞百款新車 主辦方說本屆車展重心將放在純電動車型上 除此之外為了滿足電動化的試駕體驗 整個車展場館也採用了全新設計 在衛生能源汽車特別打造的展區當中 有一個大型室內試駕跑道 這亦是緊隨趨勢的全新設計 駕駛者可以在此 享受更好的電動車試駕體驗 感謝收看今期節目 下期節目又會去哪裡? 想知道的話 敬請鎖定澳門有線電視 橫語快訊